要教的是上学期在教福利的时候就跟各位提示过的事情 告诉各位所有利的问题的解决方法都一样 这个想法到高中都有用 你就想好记得所有一个问题要这样解决 怎么解决 第一 确定谁受利 你知道在讲谁 好 东西绑一起拉他 你现在到底是在讲谁受利 这会等一下会跟我们的质量有关系 再来就受哪些利 把他利图画出来 受的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利到底有哪一些 把它画出来画出利 这就是上一次让各位学习他的目的 让你画出那个玩偶跟桌子的利图 结果你们画的乱七八招 八八招 我可以画出利 然后呢 就问合力是多少 合力只有两种等于零跟不等于零 博二学的都是等于零 所以向上等于向下向左等于向右 然后就把它算作就弄寒了 博三开始学合力不等于零 合力不等于怎么办 带回去F等于MMA就算出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所有利的问题的解题的想法步骤 所有的利解决利的问题就问自己三件事 一谁受利 二受哪些利 三合力是多少 木球我们合力都不是零 所以会有加速度 我们考试的方法 直接带F等MMA 告诉你M告诉你A叫你求F 告诉你F告诉你I让你求A 直接转 比较啰嗦的题目就是我不告诉你A 不告诉你A让你求A出来 怎么求 可以用速度去求A 然后再求F 当然也可以反过来 我让你给你F 让你求A你求V也可以 我反过来求 问你速度也有可能 当然起少数的题目会求质量 用质量的题目不多 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是在算什么 加速度算速度算位移这种 所以最麻烦的是位移 我给了位移 我要你从位移去算加速度 然后呢有加速度再去算受利 这最麻烦 你的参考书里面会有这些题目 你的补习班老师 你碰到的考卷 包括我给你的考卷 都会碰到这些有的没有的题目 但原则上在会考的程度 你们现在考的会考 基本上就只有第一个 直接带F&MA 直接带F&MA 或者是从F&MA的关系中看出来 这个要大一点 或者这个要小一点 看得到 所以你会碰到很多种有的没有的 感觉比较麻烦的题目 但是会考是简单的 基本上就是直接带F&MA 就解决了 就是我们跟各位讲 解决力的问题 的思考方向 问自己三件事 一 谁受力 二 受哪些力 三 何力是多少 我们后面会针对这件事情 给各位再做说明 可以吗 可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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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